大家好,我是黑Jones,首席电工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航拍进阶必备技能 手动飞环绕 无人机对目标点进行环绕拍摄是航拍常用手法 也就是航拍飞手们常说的刷锅 那么要怎样飞出一个完美的环绕? 摇杆之间又要怎样配合呢? 从0到1学影像,欢迎全网搜索黑Jones 银河系最酷无人机团伙在等你哦 为什么要学手动飞环绕呢? 现在的航拍机基本都具备自动环绕功能 但智能功能存在几个不足 比如无人机使用智能模式时必须要高于2米 也就是无法拍摄低空的环绕镜头 在类似这样贴近建筑的环绕拍摄中 由于画面里没有始终存在的目标物 兴趣点环绕又得飞到高楼楼顶打点 因此也不太适用智能环绕 另外,一键环绕的自由度有限 难以胜任直飞加环绕等复杂镜头的拍摄 此外,学会手动飞环绕还能提高拍摄效率 想拍就拍,无需等待 所以,对大多爱好者来说 智能模式环绕确实已经完全够用了 但如果想进阶 掌握手动的环绕飞行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网上搜如何飞环绕 会看到这样的回答 左摇杆向左,右摇杆向右 但这句话实在太过简略 新手照做往往很难飞出一个合格的环绕 先来简单了解一下环绕的飞行原力 以美国手为例 右手向右打杆 无人机向右平飞 同时左手向左 控制无人机又飞的同时向左旋转 这样无人机就会飞出一段圆弧 当左右手杆量配合恰当时 圆弧的圆心始终是被拍物体 这样就飞出了一段环绕 再来说说两个摇杆分别影响什么 右手打杆控制无人机向右飞 右手感量越大,无人机飞行速度越大 环绕的速度就越快 左手打杆控制无人机转向 左手感量越大,无人机转弯转得越急 环绕的圆,半径就越小 这决定了我们在实际飞行中该如何打杆 在离被拍摄物较远时 一般要右手打杆更多 否则画面速度较慢,缺少动感 而在贴近被拍摄物时 一般左手感量大,而右手感量小 这样能飞出半径更小,速度更平缓的圆 飞环绕常会遇见的一种情况是 环绕中发现离被拍摄物越来越远 有人说这是因为无人机在旋转时 云台和机头之间有一个缓冲角度 因此看画面容易沿切线飞出螺旋渐远的航线 这时右手可以适当加一点向前的感量 让无人机与被拍摄物的距离始终大致相等 新手在飞环绕时也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被拍摄物会逐渐从画面中心挪到画面边缘 无法让被拍摄物始终保持在画面中心 这时该怎么操作呢? 如果操作不熟练的话 一开始可以稍稍飞得慢一点 也就是右手感量小一点 在保持右手匀速打感的同时 根据画面中被拍摄物的位置 来及时修正左手的感量 如果物体越来越靠右 说明弯转得太急 就要减少左手感量 反之同理 飞环绕切记镜头不流畅 在飞行中被拍摄物略偏离中心点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强悉修正导致画面出现卡顿 速度不均匀的情况 这段镜头就无法使用了 所以建议在飞行中以打感的流畅度为第一优先 发现稍有偏移的话 不要突然增加感量 可以在后续的飞行中稍加修正 无人机在环绕时看不见侧面情况 因此为了安全起见 在开始飞环绕前 要先旋转无人机看一下周围环境 确保无人机高于环绕航线上的所有物体 在拍摄环绕镜头时 很多人会有误解 以为一定要绕着目标转上一整圈 在后期剪辑中 为了用完这段环绕360度的素材 还特地加了多倍速 其实这样没有太大的必要 在专业影视航拍中 超过半圈的环绕极少出现 我们在航拍中 一般只需进行一段小幅度的环绕 在后期中 一般也不建议进行随意的加速 否则容易让画面显得不自然 关于手动飞环绕就说到这里了 飞行打杆的操作向来是三分理论 七分实践 所以在get到手动飞环绕的方法后 也别忘了去实际练习下哦 祝大家爽飞 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